哈喽姐妹们,今天的这一期视频我就打算带大家看一看这一次皇家加勒比 标志号邮轮上有哪一些项目跟活动,跟我一起看一看吧 首先这个是孩子们最爱的自主餐厅,孩子们也称作washiwashi餐厅,因为吃饭前要洗手 餐厅有海景座位,先到先得 我们这次的这个户型非常少,叫拐脚西洋房 接下来带大家看一看最高层的体育场,有篮球,也可以踢足球 每天都会在这里安排不同运动的比赛 世界上最大的这一艘标志号邮轮特有的滑踢,是这六个不同颜色的滑踢轨道 背后就是一个小型的高尔夫球场 还有攀岩设备,每天都有不同的活动 在这次航行中经历了一个非常特殊的事情,有难民偷渡 船长说根据国际海洋法,他看到了必须要去营救 这个高空徒步也是标志号特有的一个项目 我和强哥都恐高,所以没有报名 这一次标志号做了好多可爱的泳池 每天固定时间都会有乐队在这里举行演唱 这一次标志号大大小小的泳池应该有十多个 还有这样的温泉池,这一次甲板的边缘设计了很多这样的小屋 可以提前租赖 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看17层有什么 这一层是有一个超大的泳池 同时我相中了这个网状的休息区 我体验了一把,还是很舒服 不过这个区域的泳池稍微有一点晒 水上滑梯的入口就在这里了 我们第一天带着果果来这里 看一看他的身高是否所有的滑梯都可以使用 他的身高都没有问题 果果每一次玩滑梯的时候都会卡在里面 17楼同时还有冲浪区域 每天都会有开放的时间可以自己来玩 这边是他们新设计的海景无边泳池 只可以成人进入 镜头给你们转一下看看有多么壮观 15层和7层都有一个冰淇淋站 每一天免费的冰淇淋无限吃 有香草,巧克力,香草巧克力混合三种口味 甲板的7层还有糖果店和游戏机厅以及旋转梦马 同时还是在甲板的7层的船尾有儿童游泳的地方 果果7岁了玩的也挺开心的 7层的游戏机厅有马利奥赛车 还有投篮项目 果果最喜欢扔这个了 不过说实话,这一次标志号的游戏机厅收费太高了 每一个项目玩一次都要2块5美金 我记得之前的游戏机厅只要1块钱 这个是VIP专用餐厅 因为我们每一次订的都是套房 所以可以享用VIP餐厅的所有时间段的餐饮 这个是甲板6层的冰场 会有花样滑冰的表演秀 大家都可以提前在APP上面运约自己想要的时间 到点以后就过来观看就行了 路过5楼大厅看到大家都在无声的开party 我觉得很好玩 这一次还有一个奢侈品的二手店 这个活动是标志号第一天晚上12点 举行的气球放飞仪式活动 孩子们撑到12点都过来嗨了 标志号的话剧是绿野仙宗 真的已经达到了百老汇的标准 非常值得一看,孩子们超爱 这个是八层的中央花园 其实皇家加勒比游轮 每一艘游轮都有中央花园 但是你每一次来到的时候都会觉得很神奇 六层有打台球的地方 爸爸们没事就来打一局 这个弹钢琴的小伙经常在晚上5点后出现在不同的电梯里哦 这个秀是在室内的 在其他的皇家加勒比游轮上 它是室外的 这是一个跳水的大秀 非常值得一看 大部分都是很年轻的奥林匹克运动员 这个是一个交响乐队的表演 这个是一个交响乐队的表演 你别说果果还挺喜欢听的 他至少在这坐了30分钟 这个就是刚才我跟大家说有点晒的17楼的泳池 这个表演也是皇家加勒比游轮 从拉斯维加斯特邀来的乐队 唱得确实很好 这一艘标志号的VIP餐厅刚好是在跳水秀的上面 所以每天我们晚上吃饭的时候都会看到他们在彩排 七楼的旋转木马终于一起做了 这臭小子还挑了我想要的紫色章鱼 这个是皇家加勒比独特的游行 一般在游轮的第五天 大家一定要来看 我觉得它不比环球影城的游行的水准差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个奶昔店 他们做的奶昔真的超级无敌好吃 不过这个是要另外付费的 接下来带大家看一下VIP专属的18层和19层的活动区域空间 这里面的泳池人非常的少 只有套房的专属客人才可以进入 而且也会有小吃提供 大家看看是不是人少了很多 很安静 而且泳池里也没有那么多的人 有个楼梯直通19层 走上来就是晒太阳的地方 这个就是六楼的Kids Club 我们一般每天晚上2点到5点的时候都会把果果扔进来 哇塞这个弹钢琴的又被我发现跑到这楼来了 太好玩了 溜冰场不仅仅有大秀可以看 同时还可以开放给大家去滑冰 这个一定要自己提前预约或者排队进入 果果战胜了怕摔跤的想法 自己玩上了 又到了吃晚餐的时候了 不是在吃就是在吃的路上 每天在甲板的5层都会有各种的娱乐活动 大家可以自己根据情况来参加 听说这个邮轮4月份就会抵达上海了 想参加的宝宝们可以赶紧去搜索一下 好啦姐妹们我们下期见